而这起工厂爆炸起火燃烧造成严重的死伤 屏东县消防局局长也表示了 厂商是有说明有还以完的 也有提供物质安全资料表 但是在这个表里头却没有提到有过氧化剂 事后向厂商询问才发现原来里头是有存放的 即便民洋总经理解释两者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样的说法却遭到化水老师给不斥 另外曾经有文献也提到 制造高尔夫球的巨丁二锡很容易引发城堡 也推测可能就是这次引发爆炸的罪魁祸首 屏东科技园区民洋国际高尔夫球代工厂爆炸 死伤人数超过上百人 外界质疑酿灾主因是厂方未说明清楚存放的化学物品种类 同仁到现场的时候 那民洋他有交给我们物质的安全的资料表 不是过氧化剂 屏东县消防局长表示 同仁事后询问厂方才说有过氧化剂 自己也被厂商说辞误导才会第一时间 口误为涉水后爆炸 不过明洋国际公司总经理 当天下午还原事发情形 那您们虽然有提到还几丸的资讯 我们没有提到过氧化剂 还几丸它其实是一个化学名词 它其实是一个过氧化剂 那我们这边在说明就是说 其实这两个是一个同一个东西 制成的时候其实它的含量已经很少 总经理强调还几丸就是过氧化剂 但遭到化学老师严正驳斥 回顾爆炸瞬间大量浓烟瞬间窜出 化学老师解释 这就是典型的沉爆现象 意识攀建制推测 高尔夫球的主成分 巨丁二C应该就是爆炸起火的罪魁祸首 因为有学术论文刊载 巨丁二C在粉末状态下 可以造成粉尘爆炸 因此被拿来当成固态火箭中活药的辅助成分 对弹性比较好的就是巨丁二C 是比较有可能的 它要产生聚合反应的触发剂 是属于过氧化物 那它会加上了架桥剂 也就是硫磺之类的 这么多的易燃物的状况下 所以说产商必须要把这些坏核的种类 还有这个材料的那个数量 要给消防局制造 高尔夫球代工厂爆炸起火 到底哪些环节发生疏漏 真正起火原因 相关单位还要进一步理清 这台北屏东综合报道